拉麵好了 大家好 我是Angel 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一直以來都愛吃的蘭州拉麵 走吧 你好老闆 你是哪裡人 我是來自大美青海的 哦 那我聽說西北有三寶 那西北的三寶到底指的是什麼呢 我們西北的是不是那個特產 西北主要是蘭州拉麵 還有大排雞 還有那個肉加盟 哦 還有段七八的等等的 還有多的 主要是這三種 很好吃 這三道菜都特別有特色 是嗎 然後呢 我特別喜歡吃你們家的那個蘭州拉麵 那你可以給我介紹一下這一道蘭州拉麵是怎麼樣做的嗎 這個蘭州拉麵是怎麼做 這是就是說我們手工做的 就是說是鮮做的 就是新鮮的 主要是 麵粉啊 牛肉啊牛肉啊牛肉啊 就是這樣湯是熬起來的 麵是我們自己手工做的 就是你感覺就是很好吃是吧 是特別好吃 就是那個麵條很有很有那個彈性很有韌性 然後那個湯料特別的清香 那這個湯料是怎麼樣做的 這個湯料就是主要問題就是我們的就是牛菇 牛肉 牛油 還有放點那個生薑 就是都沒有亂七八糟的就是那樣熬起來的 哦 所以特別香 就是啊 我們這個就是湯是就是純千然的 沒有前夾雞啊亂七八糟的 就是這樣的 好還有老闆 你最喜歡吃的一道菜是什麼 我最喜歡吃的我們家鄉的就是說是我們叫土豆 你們叫是馬鈴素是吧 都可以都叫 就是這個土豆燒牛肉 我們最喜歡就是土豆燒牛肉 那每一次當你吃這道土豆燒牛肉這道菜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受 哎肯定有感受 炒一盤土豆來炒過來一喝下一個我們的清海那個白饅頭的時候想起我的就是大美清海想起我的家鄉 嗯 也是小時候我們就把那個土豆我們自己要燉起來的我們自己要收的時候我們自己要收 哎 我土土裡面就是收的 嗯 也是我們這村子我們有我們自己也就燉的 嗯 哎呀 對 那我想問一下在你們那邊的話呢啊都說普通話嗎還是說你們的家鄉話 那邊說的是比方說我們在老家的時候就說我們清海的土話啊 啊你們也你們外地人就聽不懂 我也是聽不懂啊 是吧 那你可不可以教大家說一句清海話就是大家好 嗯 你們好我們家鄉話是這樣說的 你們好的撒 你們好的撒 哎我們也就普通話翻譯出來你們好是這個意思 啊哈再再來一遍很好聽啊這個話再說一遍 你們好的撒 這樣 好像唱歌 嗯都跟那個普通話差不多就是我們這老土話 那怎麼說謝謝呢啊 謝謝怎麼說 謝謝好像是這個普通話一樣謝謝你 啊哈一樣 是這樣比較重一點 嗯 跟那個普通話就差不多 很好 哎 就是然後你剛才說到你們就是你們那邊的清真菜的一種特色 嗯是啊有什麼特點呢 你們這個啊 他要戴一個白帽子 嗯這樣子 就是白帽子是我們少數民族嘛 我們伊斯蘭教的其實說是一個標誌 嗯沒有什麼說法 嗯 主要是一個標誌 戴個白帽子比較 啊我們做生意的人來說是 就是乾淨一點啊 人家客人來一個好看 主要是這個原因 嗯 這麼一個白的原因 啊男男生是戴一個白帽子 那女生他戴一個黑的帽子 這個是有什麼 這是頭巾 女人就是戴的是頭巾 他的意思是就是說把我們的女孩子進了婚以後 把這個頭髮長樣就搞進去 這是我們的伊斯蘭教的教固件的 啊 不能放出來給你不你不能跟你們一樣的 啊就是結了婚之後就戴一個頭巾頭髮 就不可以 哎 外露 就是不能外露了 哎 對 謝謝學到很多東西 記著記著記著 好那接下來你可以給我們表演一段 就是一個做拉麵的表演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點兩個菜 嗯那個 嗯 雞蛋拉麵 雞蛋拉麵 再點一個牛肉拉麵 牛肉拉麵 兩個拉麵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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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親自個做好是不是 好 好那你一邊做 行 我們一邊拍 行 行行行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廚師怎麼樣做這個蘭州拉麵 非常的期待非常的興奮 這一次可以拍到拍到怎麼樣去做的 每一次都是在外面看 就是說我們就是蘭州拉麵 主要原因這個裡面放的羊巴 啊 羊巴的原因是就是說麵的那個精度比較大一點 就是放的是拉麵機 放這個的話拉麵比較拉的比較輕鬆一點 嗯 是吧 這個沒有的其他的這個麵粉就是說五豆粒 嗯 嗯 現在就是把這個麵團把它油均勻是吧 哎 對均勻 要不然的話拉拉了你說你跟那個頭髮一樣的你就拉不到 嗯 嗯 揉一下 然後加一點 拌一下 拌一下 嗯 就是這樣的 哇 太棒了 很熟悉 很熟練 就是 哇 我們的這個就是蘭州拉麵就是說是一個牌子了 嗯 吃它牌子 主要原因是人家客人顧客來這裡一看啊 你們的威脆特別特別好 對 我們就是講牛威脆乾淨 嗯 誰都喜歡要乾淨了是不是 對 其他的那個髒糊的那個誰都就不願意吃 誰都不喜歡吃了 我們就是先做的就是好吃 乾淨 新鮮 主要是乾淨 對 我們不管我們自己吃也算 你們客人來吃也罷 我們也每次來吃的乾乾淨的 指甲也打的斷斷的 還有其他的那個 是不是 對 頭也不能那麼長 嗯 應該允許我們的那個圍青戴個白帽子 人家顧客進來一看你特別特別好看 對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你們拉麵也是現場就做非常新鮮 就是 嗯 每天你就 比方說是你賣半包麵你和半包麵 賣一包麵你和一包麵 嗯 一千一千就完了 嗯 而且你又有了沒有其他的 知道你這樣給我吃啊 嗯 我們青海話也給你學一下 哈哈哈 青海話這個蘭州拉麵怎麼說 怎麼說 拉麵是吧 就是說拉麵一碗 哎我們老頭話 拉麵一碗 哈哈哈 就是很有激情啊你們那邊的話 那你們都會講漢語嗎普通話嗎還是後來自己學的 就可以講呢 嗯都會講是吧 但是我們沒讀過書 以前小時候就是放羊 哦 山坡裡面去放羊 嗯 鑽加那個 嗯 梅子啊 鑽加那個 那個大豆啊 鑽加土豆啊 其實這樣的放羊 沒什麼那個 啥呀 做生意的就是就是 沒有就是 嫩耐 因爲什麼呢 我們這些文化就是太多喝 嗯 那邊就是 不多數 哈哈哈 就是這樣了 現在是把這個水加熱嗎 還是 現在要就把加熱 骨開了以後下進去就是綿皮 嗯 其實等一下就放下去 就煮一燙就熟 嗯 那你每天呃 做這個拉麵啊 這個手臂的力量 會不會立得很有肌肉 可以 嗯 比較吃飯也吃的多一點 嗯 就是鍛鍊的也比較舒服一點 不用去健身房了是吧 不用去了 哈哈哈 身好的時候每千年這樣 嗯 一千 身體好這樣子 對 我差不多就差不多 十七八年了 搞這個練 十七八年了那你很小就開 十幾年前我在紅广州 啊哈 就在鄭村那邊還是開拉麵 就是那個村前學院 哦 那個食堂我拿開的 哦哈 你開的 就是 以前我們前十幾年前的 廣州人就不喜歡吃麵 不吃麵 我們深夜都不下去 還是每年就轉到這邊那邊那邊那邊 嗯 現在的話慢慢搞的也喜歡吃了 喜歡吃 哎就是這樣 我一直以來都喜歡吃這個拉麵 我們這個蘭州拉麵的就是這個牌子 他們一陣子已經做的怎麼樣吃的怎麼樣就是這樣的 那你是一開始是怎麼樣去學會做這個拉麵的 是一開始是我自己家開椅子 啊哈 就是這樣的 然後你就跟你爸爸學嗎 哎 對我們現在畫廊 嗯 就是開了一家 就是這樣的麵罐 嗯 所以說我自己來做的 你看 把一個麵團現在就把它變成麵條了 你看很厲害 太多了 你們這種做拉麵是一代傳一代這樣子做的 啊 一樣我們就是一個青海整花輪縣 花輪是一個花輪回舊子的縣 有差不多有三十多萬的一個小建成 啊 啊 這一份的七八十的人是回舟 啊 還有漢州還有藏州還有塞州還有塞巴州 啊 差不多我們那個巷子有差不多有十六多民族啊 嗯 一個 一個是雞蛋的一個是牛肉的 對一個雞蛋一個是牛肉 這個肉有點煮的太爛的 就是很薄嘛 我一般的話我們以為是用機器切的 其實你們是手切的 現在就是切那個牛肉 那牛肉的話在拉麵裡面那個味道就是很重要的 很香 那你們每天啊從早上幾點開始開始 八點開始 八點開始 然後呢做到晚上幾點 九點八十點 九點八十點 還比較早了 這五斤的麵你看就這麼好 跟那個頭髮一模一樣了 對啊 對啊 跟頭髮一模一樣 很好 一碗拉麵好了啊 好謝謝 謝謝 我們坐在這裡 這是雞蛋的 謝謝 雞蛋拉麵剛才我們點的 還有這一碗是牛肉拉麵 就是他們西北那邊最有特色的這種拉麵 特別好吃 特色的拉麵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麵很有彈性 很韌 就是好大的一碗拉麵 好大 能吃嗎 你能吃 我就是每一次 每一次都吃的特別飽 就是很大碗 又大碗又好吃 又便宜又好吃 又便宜又好吃 我們覺得特別香 這種是 屬於是大碗還是小碗 大碗 大碗 就是大碗 很飽 每一次都吃的 大碗吃得飽 又大碗又好吃又便宜 我們覺得特別好吃 然後你們的那個菜單呢 就是很多選擇 有時候我們都很難點嘛 太多選擇 這上面都有 你看 這上面都有 這邊是康內的 那邊是粉 斑拉麵的 雞蛋飯的 滴蛋飯飯的 炒粉的 牛肉粉 是湯鍋的那邊 那是蓋澆飯 那是蓋澆麵 那是炒菜 對 我們昨天下午過來的時候 吃了第一次吃這個牛肉乾餃 然後跟我們這邊就是廣東的 不一樣的這個餃子 不一樣 我們這個餃子是牛肉和大醇餡的 對 這沒有其他的 對 感覺就是很清香 就是很簡單的那種味道 在我們這兒吃飯的話 特別全部都要放心就行的 什麼菜啊什麼都是我親自起的 然後乾乾淨淨的沒有任何髒 對對很好 然後我們就覺得那個餃子很很很特別 那個味道很好吃 昨天是第一次 菜啊那時候我都洗好幾次 然後洗得乾乾淨淨淨的 然後不忘記什麼 對 那你每天就很忙了 哈哈哈哈 有時候人都大 可能人超會 太忙了 就那個裡面的餃子那個肉也是很彈的 我就覺得很彈性 跟跟對牛肉很彈的 跟我們平時 有一個很彈的原因 你們還是不知道 有彈的那是就是 春天上的吃草的那個彈 有時候那個吃那個飼料的 吃千家式的那個棉糊 或者一吃 酒都沒有就下去了 對 我就覺得外面有什麼 沒有感覺肉的味是不是 對 沒有的味道還很很黏 很黏 這種是脆很彈的 這不是我的帽子 這太大了 這帽子不合適 好不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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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適很帥 很帥 好